四月天网友都在调侃 500演唱会开到年底话筒至少还剩三个店 这不马上年底了 500又来到了无锡 一起看看他在无锡还剩多少店 小则证实 无锡的歌迷是不准备让500开口了 话筒马上是真的不需要开了 演唱会开始没多久 500在全场进行一轮检查 拉链后来到了聊天互动环节 现场歌迷问500明年还来不来那里开演唱会 500竟这样回答 让现场的歌迷很是失望 500在拎集体的回答 不仅明年不来了 今晚也不加班了 现场观众很是失望 但有无奈 你明年来不来 我们是真的管不了 我们先唱着 今晚加不加班就不由你了 我一起唱 我爱你 作息 作为你 你爱你 作为你 在我心中 在没有谁 看爱你 你的理会 我爱你 为你 为你 总在你 演唱会整个流程很是顺利 无稀的歌迷配合的相当默契 全程有唱有跳 有说有笑的 500指负的一个晚上也够累了 但总算跑到了下班的点 正当他们准备谢幕回家时 不了现场的观众却不干了 500准备带着同学 谢幕下班 却遭到了全场粉丝的 面对台下万人其喊加班 500无奈返场并解释说 没有歌 怎么可能是不加班的理由呢 台下观众早就给他编排好了 加班曲目 现场弯极了在线点播 观众编排的加班曲目 怕是唱到天亮也唱不完 但无锡的歌迷虽然有些疯狂 但还是吃大体肤大逐的 考虑到明天500在无锡还有一场 所幸就暂时先放了他一把 不知明天500在无锡最后一场 还有没有这么幸运